好,看一下啊,那么下面这份内容啊,下面这份内容呢,它的函数比较多啊,但是它不难啊,这部分呢,我们给大家讲的就是我们的,怎么通过我们的模型类去查询表里面的数据啊,那我们给大家讲MySQL的时候,MySQL里面呢,有它的一些查询,那对应到我们的江湖里面啊,通过模型类,它也有对应的怎么去查询啊, 那么这个我们给大家说之前呢,首先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啊,怎么去产生MySQL的日志文件,那么MySQL的日志文件呢,其实它里面啊,它就是这样一个文件,记录着你对MySQL数据库的操作记录,哎,你比如你,你往,你去查找,你查找的这个语句呢,就会记录到这个里面啊,记录到里面,哎,这是MySQL日志文件啊,那么这个日志文件怎么去显生,哎,我们这里面有这个步骤啊,有这个步骤啊,首先, 那么第一步呢,是打开你的MySQL的配置文件,这个配置文件在哪呢,ETC下面呢,MySQL下面呢,MySQL config.d里面有一个目录,这个目录里面有这么一个文件啊,这个文件呢,就是我们MySQL的配置文件,你把它打开之后,然后把它68行,69行的注释呢,给它去掉,然后保存,保存完之后啊,注意,重启你的MySQL服务啊, 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个MySQL日志文件,这个什么叫做重启MySQL日志服务呢,是sudo service啊,叫做restart啊,这叫做重启MySQL服务,你之前我们这些啊,MySQL什么, -u,root啊,然后-p,对吧,这里面我们是连接MySQL服务,你退出之后,你再连接,这不是重启MySQL服务啊,这是,这是重新连接一次啊,这个sudo service叫做重启MySQL服务啊,那么这个日志文件产生在哪里,产生在这个目录下面啊,有个叫做VRlog,里面有个MySQL,哎,这个目录下面就会产生一个MySQL.log啊, 这就是MySQL日志文件,它产生的一个位置啊,那么,哎,这个其实在哪呢,就是在我们这边啊,那么这个我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先把这个例子给大家先停掉啊,先停掉,OK,那么,这个在哪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啊,哎,sudo vi-etc下面呢,MySQL,下面有个MySQL config啊,MySQL config.d,这个目录里面有一个MySQL地点,config啊, 这就是MySQL的日志文件,然后你打开它之后啊,这个你需要加管理员权限啊,他才能去操作它啊,打开之后,那么跳到他的6869,哎,直接按68,然后按一个大G,他就会跳到他的6869,那么你们的这个日志文件呢,默认前面是这样的啊,前面是这样的,哎,就他里面这个警号呢,已经被注视了,你要把它去掉啊,就打开这两行,打开这两行之后,之后呢,保存,好,保存完之后啊,重启, MySQL服务,sudo service啊,好,sudo service,MySQL,然后呢,叫做restart啊,叫做重启MySQL服务,那么,重启这个服务之后,哎,你就会去看的,CD啊,进入我们的VR下面有个log,哎,它里面有个mySQL,然后你在这里面,你iOS看一下,你就会看到一个mySQL.log啊, 这就是他的一个日志文件,你对mySQL操作的所有内容,在这里面呢,都能看到啊,都能看到,OK啊,这是他产生的一个步骤,那么你下去之后,你就对照这个步骤来做啊,然后呢,我们要给大家说,就是实时的,怎么去实时的去查看mySQL日志文件的内容, 你需要通过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呢,叫做to-f啊,to-f,然后呢,跟上这个文件的路径,它就能实时的看它里面,添加过来的内容,这个呢,你也要加速度权限啊,它要有管理权限,我们就把它打开啊,直接呢,是我们的sudo,sudo啊,然后呢,写上一个to,然后呢,写上一个-f, 写上一个VR下面的mylog啊,log下面呢,mySQL,然后里面mySQL点log啊,这样你一打开之后,你注意,这个光标呢,它就一直定位在你这个文件的结尾,那么你往这个文件里面加的内容呢,你在这边马上就能看到啊,马上就能看到,哎,这边呢,你比如说我现在我要去连一下我的mySQL啊,连一下mySQL,我们在这里面呢,直接,哎,输入这个mySQL,哎,杠就,然后root啊,杠屁,然后输入这个, mySQL,哎,看不看到这边多内容呢,看到没有,对吧,哎,比如说我在这一个命名啊,烧databases,OK,哎,是不是马上又多了,烧databases,对吧,然后呢,我切换一下usebj18,usebj18,哎,看不看到这边,又多内容呢,对吧,是不是烧tables啊,对吧,你在这边啊,你去啊,usebj18之后烧tables啊,烧我们的tables,好,在这边,你就会看到一个query,哎,进去, 你执行的命名呢,就是烧tables啊,那么这个查询语句,你在这里面也可以看到啊,什么select啊,哎,你对mySQL的操作,所有内容在这里面都可以看到啊,booktest啊,然后呢,写上一个,bookinfo, 不可啊,哎,info,OK,哎,我一查,哎,这边是不是多了一条select啊,看到没有,对吧,OK啊,这是我们给大家说的mySQL的日诊文件,那么你知道这个东西之后呢,哎,我们下面呢,就要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模型类查询相关的内容啊,那我们昨天给大家说,有了jango的rm框架之后,哎,我们操作数据库呢,就不再需要写sq一句了啊, 但是本质上啊,它其实还是使用circle语句去操作我们的数据库啊,就当你去调用模型类对象的save方法的时候,它就会,om框架呢,就会帮你转化成对应的insert或者是update,你调用对象点delete方法的时候呢,它就帮你转化成这个delete啊,你调用我们讲的这个getout的时候,它就会转化成一个select啊,select啊,好, 那么,这个呢,哎,我们将过里面查询的函数呢,都是通过啊,模型类,哎,查询一个表数据的函数都是通过模型类点object啊,这个属性,它里面有这些方法啊,这些方法呢,可以实现模型类对应数据表的一个查询操作,那么这里面我们给大家讲的这个get对吧,get我们给大家讲了,然后呢,哦,哎,它里面还有这个filter啊, aCloud还有这个,order by,然后呢,这几个函数啊,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作用啊,get呢,它的功能是,返回表中满足条件的一条,且只能有一条数据啊,然后二方法呢,是返回模型类对应表格中的所有数据,哎,这个filter呢,是返回满足条件的数据,aCloud呢,是返回不满足条件的数据,对吧,order by呢,它呢,用于对结果呢,进行排序啊,哎,你知道这几个跟查询 相关的函数,哎,下面呢,我们就一个一个给大家说啊,ok,哎,这个呢,我们还是进入我们项目的终端里面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啊,哎,这个可能,防止它有点卡,我就先把这个皮尔差不多关了啊,我把这个也关了啊,把这个也关了啊,然后我们就打开这三个终端, OK啊,那么,现在呢,哎,我们就这里面啊,哎,我就直接退出这个东西了,退出啊,哎,CD啊,进入我们虚拟环境,CDBJ18,哎,然后呢,哎,CD啊,Test2啊,我要进入虚拟环境啊,Work on,哎,BJ18,哎,下面的PU18,哎,PU3,好,在这里面,我进入我项,进入我们项目的交互环境啊, 交互环境呢,就是Person啊,Manager,PU1出一个,Shall,OK啊,那么下面呢,我要去查询,BOOKINFO,对呢,表里面数据,我就把这个类倒过来啊,from booktest.models,import我们的BOOKINFO啊,那么,现在呢,我们昨天给大家讲,我如果要查询ID,唯一的这个图书的信息,我们是不是BOOKINFO,对吧,通过这个objects,调用它的方法,叫做get,哎,get里面写个条件,ID呢,等一,一,对吧,等一, 哎,它会给我返回,对吧,返回一个对象啊,我们直接接下这个值,哎,你在这边呢,我们直接,哎,Ctrl,接下这个值,啊,OK,我们在这里面一查的时候啊,你注意这里面的变化啊,注意这边变化,哎,我一查的时候,OK,哎,这边是不是多了一条语句,看到没有,看最后,是不是slack什么什么,VRD等一,对吧,哎,这就ORM框架帮你做的一个转化啊,帮你做的一个转化,你要注意这个get,注意这个get,OK,那么,然后呢,你知道这个东西之后呢,我们下面看一下我们这个表里面的数据啊, select新,哎,from,那book test下面呢,book info啊,哎,它里面这些数据,对吧,这边数据有点多啊,我把它,大于11的,我就删掉啊,delete,delete啊,然后呢,from我们的这个,哎,book test下面的book info,对吧,哎,book info啊,vr,id呢,大于等于11,对吧,哎,大于等于11,对吧,哎,大于等于11,我就把它删掉,我只留5条,好,我把它删完之后呢,下面我们就要开始查了,哎,我们, 这个book info.object,这个get返回的是不是这种类的一个对象,对吧,现在我查的是id等于1的,它有啊,比如说我要查一个没有的,哎,我现在要,我要book info.object.get,我查一个id呢,等于6,哎,这个时候是不是没有,没有的话,你注意啊,回车,好,你看到这边是做了什么,看到没有,看,这条语句是不是确实查了,但查的时候没有结果,你注意啊,没有结果的话,将过这边会干嘛, 它会给你抛一个,异常,哎,这个异常呢,是book info里面,这个类里面的一个异常,叫做does not exist,啊,就是,找不到这个数据啊,你注意,你查不到数据的时候,它会给你抛一个异常,叫做does not exist,啊,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东西,现在呢,哎,比如说我要查询,is delete等于0的,哎,是不是有5条,你如果用get去查的话,你看一下啊,book info.object.get,啊,直接写上, 这样一个,is delete,啊,is delete,啊,is delete,然后呢,哎,等于这个,false,对吧,哎,等于false,啊,OK,那么你在这边,你,你一查的话,注意这边是干嘛了,看到没有,看最后面,哎,multipy object return,啊,就是多个对象被,返回,啊,get return的,哎,多于一个对象,哎,return几个,告诉你,return, 五个啊,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一下,我们讲的这个get函数,那么,get函数呢,它的功能就是,返回表中,满足条件的,一条,且只能有一条数据,那么它返回的呢,是一个对应模型类的,对象,如果你查到多条数据,它返回,它抛这个异常,如果查不到数据呢,它抛这个异常,哎,这就是我们这个,get,方法啊,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个,all方法,all方法的话,哎,我们给大家说,我们要查询这个表格里面所有数据,我就bookinfo,点,objects.all,对吧,那么all的话,我们接一下它返回,这样,比如说我叫books,哎,等于他,等于他,那么昨天我给大家说,我说这个books呢,它是一个列表,对吧,但其实呢,你看一下它类型,它叫type,哎,直接写上一个,books啊,哎,你看一下它类型是什么,它类型的是,它就是一个query set, 类型的实例对象,那么这query set,实例类型的对象,我们把它叫什么呢,我们把它叫做,查询集,哎,你注意啊,all方法呢,返回值,实际上是一个query set类型的对象,我们把它叫做一个查询集,那么这个查询集对象呢,它是可以呢,进行便利的啊,你在便利的时候,哎,你就可以拿出来,东西呢,就是这个模型类的,对象啊,这是我们的,all方法, 啊,这是我们的all方法,好,那么,你知道这个之后呢,我们下面还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些方法,对吧,filter,acloud,还有这个,autoply,那么,这里面呢,这个事例啊,我就不再写了啊,get的事例,哎,查询这个id为三的图书信息,all方法呢,查询所有的图书,对吧,下面我们就给大家说这个filter啊,filter,那么, 这些函数里面,注意啊,有几个函数里面,一个是这个get,一个是这个filter,还有我们讲的这个xcloud啊,这三个查询函数里面,它们函数里面都可以写查询的条件啊,都可以写查询的条件啊,这些查询条件的格式,就是什么格式啊,直接呢,就是,模型类的属性名, 双下滑线后面跟上一个条件名,然后呢,等于一个值啊,等于一个值,那么,这里面,你注意啊,这些条件名,包括哪些,我们这里面就要给大家做介绍了啊,你比如这里面,我就先把它直接拿掉啊,好,那么,这个我们就从上往下给大家看啊,一个一个来说,首先这个条件呢,叫做,判等条件,它的条件名呢,叫做,exit啊,那么你要,这里面, 例子呢,我们查询编号,唯一的图书,你就可以呢,直接是book啊,info,dn,object,然后呢,object,dn,get啊,直接写上一个id,然后呢,我们昨天是不是写的等于1,对吧,现在这个id等于1呢,是这个条件的简写,你就也可以写成叫做,exit啊,exit等于,哎,这个exit呢,就代表判等,就说明,我需要的这个id呢,让它等于1啊,等于,哎,这个我们给大家写一下,你看一下啊,book,info,dn, object,dn,get啊,直接写上id,双线,exit,哎,直接等于这个1,哎,那么你注意我们这边的变化,哎,对吧,然后我直接回车,好,看不看到这个,转化呢,条件是不是id等1,对吧,啊,所以我们说,判等的时候,你注意啊,判等的时候,这个条件,我们可以省略啊,我们可以省略,我们可以直接,不要它啊,直接写上id等1,代表这个条件就是id等1啊,这个时候,你只,你只要知道有这个条件啊,那么,下面再往下呢,就是我们的,哎,模糊成, 插询啊,比如说我们这里的例子啊,就是,插询书名,包含船的,图书,啊,包含船的图书,那么,这个呢,如果我们用sircle语句来写,应该写成什么样的语句,条件后面怎么写啊,是不是like啊,对吧,那么在我们这里面呢,哎,这个包含船,它的条件名呢,就是,contents啊,contents啊,contents,那么,这个查的时候呢,你要注意啊,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这个get, get,我们说它只能返回满足条件的一条,其实只能有一条,对吧,你如果满足条件有多条,你就要调用这个,filter啊,哎,我们这里面呢,这个,例子呢,我们用filter给大家做一下啊,查询书名,包含船的图书,我就可以呢,直接是,book info,点,object,点,filter啊,然后里面,我,我现在要查询这个书名,包含船,对吧,书名对应的类属性是谁,btitle,对吧,那么你就前面啊,是类属性btitle,然后双向,现在后面, 跟上条件,哎,包含的就是,contents,然后呢,写上一个,哎,船啊,哎,我们要求的是包含船,那你这里面写的就是它啊,你写完之后,我们在这里面,你一回车,哎,你看到这里面,是不是查出来一个内容,对吧,查出来一个内容之后,哎,看没看到这边,是不是转按成的语句,就是like等于船,对吧,看到没有,哎,这是这个contents啊,然后你注意这个,这是跟我们的模糊产品有关的一个叫做包含的条件,叫做contents,然后再往下, 那我们这里面还有,查询书名以布结尾的图书,好,那么这个结尾的条件就叫做,nz,位置啊,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做一下,哎,这个查询书名以布结尾的怎么查, boogle info,点,object,点,filter,然后呢,写上,书名以布结尾,btitle,然后双向线,nz,位置啊,等于这个,布,对吧,哎,等于这个布啊,然后呢,你现在, 我们把它啊,直接,哎,回车,哎,看没看到这边语句,是不是like,什么什么,百分之不,是不是代表以布结尾,对吧,哎,这是这个啊,什么什么,以什么什么结尾的啊,以什么什么结尾的,OK,哎,这个东西啊,然后, 好,好,那么,然后呢,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个,它还有一个叫做,以什么什么开头的条件,叫做,start,位置啊, 那么这个你知道啊,这个,以什么什么开头的,我们就不再举例子了啊,你知道这三个条件呢,是跟我们的模糊查询有关的啊, 你如果要涉及到模糊查询的话,你就可以呢,用这三个条件来做,那么, 然后呢,再往下的,我们要给大家查的是,查询书名不为空的图书,对吧, 查询书名不为空的图书,哎,这用我们的色口语句的话,哎,是不是查询这个select啊, 新,from,那booktest下面的,bookinfo, where,哎,条件后面,be title,哎,对吧,be title, is,no,is not now,对吧,哎,is not now,啊,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写什么,怎么写呢, 它的条件呢,就是一个意思,no,啊,所以这边查的时候就这样查,bookinfo, bookinfo,点objects,点filter,啊,然后呢,写上be title,be title,啊,书名不为空, 那书名的属性就be title,然后后面双腰,后面跟条件,意思,no,哎,不为空就是等于false, 啊,唯空就是等于,sure,啊,ok,你这里面,你一回车,好,这里面,哎,看转换成条件, 是不是is not now,对吧,ok,啊,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空查询的一个条件,啊, 这是这个,is not,啊,这个,啊,is not,哎,这一部分, 好,那么,再往下呢,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个叫做范围查询, 那么这个范围查询的话,你注意一下,啊,我们给大家说, 在你,my circle里面,sircle语句的范围查询,哎,我们也如果要查询, 这个id为13或5的图书,哎,是不是就verid in这个135, 对吧,这样进行一个查询,啊,那么,对应到我们这个通过类查询的时候, 呢,这个条件呢,也叫做in,啊,这个应该怎么写呢, 就是bookinfo.object.filter,哎,你要查询id在这个135或5里面, 那就id双向后面跟上一个in,啊,in后面呢,你给它等一个列表, 或者等一个圆组都可以,啊,都可以,哎,就135,哎, 他呢,就会把这个满,在id在这个里面呢,给你进行一个返回, 哎,你就这样,啊,直接就是我们的bookinfo.object.filter, 然后呢id双向后线in,哎,等一个列表135,哎,然后,好,回车, 那么看一下转称的语句,对吧,就是它,哎,这就是我们的这个in查询, 好,那么上面呢,我们要再给大家说几个呢,就是比较的查询,啊, 比较查询里面包括这么几个条件,啊, GT,大于,LT,小于,GTE,哎,大于等于,LTE呢,小于等于,哎,GTE呢, 就是英文单词,哎,great than,啊,就它俩的前三个字母, 就大于,大于的啊,前两个字母,那less than呢, 就代表小于,对吧,就代表rt,那么这个e呢, 代表这个equal,啊,就等于的意思,啊,就是大于等于, 小于等于,好,我们这边有个例子,啊,就是查询编号大于3的图书, 那么,图书的ID大于3,啊,这里面写明白一点, 就图书的ID大于3,那么你这个条件呢,就应该是ID大于, 哎,双要线大于呢,代表,GTE等于, 3,啊,这就是这个大于,就是我们的这边,啊, 直接呢,是book info,d,objects,d,filter,啊, filter,啊,那写上个ID,哎,双要线,GTE,哎,等于, 3,哎,它转换成这个语句呢,就是ID呢,大于, 3,对吧,好,那么你知道这个东西之外呢, 我们下面一起做一个例子,啊,我如果要查询这个ID小于等于4的, 哎,怎么查,哎,对吧,book info,点objects,点filter,啊, ID,双向线,LTE等于4,对吧,哎,转换成的语句呢, 就是我们这个小于等于4,啊,哎,这是这几个比较查询的一个条件,啊, 然后,那么,再往下呢,我们要给大家说的是这个, 日期,哎,这里面有个例子,啊,就是查询这个1980年发表的图书, 那么这个怎么查呢,哎,是根据这个出版日期来查, 那么你要查询1980年发表的,你注意啊,这个日期呢, 它有一个属性叫做年,哎,查询1980年, 就是双向线后面跟上一个year,哎,等于1980,啊,就这,就这样的,啊, 直接是我们的,哎,book info,点objects,点filter,啊, 哎,bpubble,data,哎,就这个出版日期的类属性, 双向线后面跟上一个year,代表年, 然后呢,写上一个1980,对吧,好,你一回车, 你看到对面转成的语句,它是不是转换成的between, and,是不是这个日期就在1980年之内,对吧, 代表1980年,啊,那么,你知道这个东西之后,啊, 下面我们一起猜一下,啊,比如说我要查询这个, 哎,五月份发表的这个图书,我怎么查, 哎,对啊,book info.objects.filter,啊, 然后呢,bpubble,data,啊,双向线后面跟上一个mouse,啊, mouse等于这个5,啊,等于这个5,啊,等于这个5,啊, 你这边一回车,哎,你看到这边, 它就给你转化成了对应的语句,啊, 这个就是mouse在这个是5月,啊,是5月,哎, 同样的道理,你如果要查询某一天,呢, 就双向后,双向后面跟一个,对啊,OK,啊, 这就是我们这个日期查询, 然后啊,下面还有个例子呢, 叫做查询1980年1月1日后发表的图书, 这个怎么查,你注意啊, 就是你这个出版日期,你让它大于1980年1月1日, 它就可以了,啊,哎,就是这样呢,我们直接啊, from data, time,啊, import我们的, data,啊,这边查的就是book info, dnobjects,dnfilter,啊, 然后呢,直接写上bpubble, data,1980年1月1日后, 就是让这个出版日期大于1980年1月1日, 就gt,等于我们的data, 然后呢,写上1980年1月1日, 这就代表大于啊,大于, OK,它这里就转换,是不是就大于, 对吧,哎,这就是这个啊, 这就是我们这个日期查询啊, 日期查询,那么, 这里面这些东西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这些查询的条件, 判等电话,判等的话, 你知道啊,你知道有它, 我们写的时候呢,就直接省略它, 然后模糊查询里面包括这个, contents,然后呢, nthwait还有呢,start,wait啊, 哎,这些模糊查询的条件, 然后呢,空查询呢,是这个isnow, 哎,范围查询呢,是in, 哎,这个比较查询呢, 包括大于小于,大于等于和小于等于啊, 那么,然后呢,这个日期查询的话, 哎,根据年月日来查, 还有呢,查学某一个日期之后的这个图书, 啊,这些呢,你要知道啊, 那么,这是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些查询条件, 你注意,这些查询条件呢, 在我们这个上面的get里面可以写, filt函数里面可以写, 我们下面要讲到aclub的里面呢, 也可以,也可以写啊, 也可以写,哎,你要知道这个啊, 那么, 我们在这里面一直给大家讲的是这个filt函数啊, 我们通过filt函数, 它返回的是满足条件的数据啊, 那么,哎, 它返回的值到底是什么类型,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比如说我要接一下这个返回值, 哎,直接,哎,接下这个返回值啊, books,好,返回之后, 我type写上一个books,哎, 回车,哎,看一下它什么类型, 哎,没有,哎, 它返回的也是一个查询集, 你注意啊, 返回的也是一个查询集, 啊,然后, 除了这个filt函数之外呢, 我们下面要给大家讲一个, 跟这个filt相反的一个内容, 这个叫做xcloud啊, 它返回的是满足条件的, 它返回的是不满足条件的数据啊, 返回的是不满足条件的数据,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用它来做一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现在啊, 我要用acloud, 哎, 我要去查询id不等于3的这个数据, 怎么查, 用acloud来查, 直接啊, books.object.xcloud, 对吧, id等于3, 哎, 返回的是不满足条件的啊, 它呢, 就给你把这个, 哎, 不满足条件, 就不等于3的给你返回, 你看它转换成的是不是notid等于3, 对吧, 哎, 这叫做acloud啊, 这个函数, OK啊, 这个函数呢, 你注意它的返回值呢, 也是一个查询集啊, 也是一个查询集啊, OK, 那么这里面啊, 哎, 是这个acloud的, 好, 下面呢, 我们这里面呢, 我要把它先拿掉啊, 这里面有这么几个例子啊, 就是我们order by方法的一个例子啊, order by呢, 它呢, 用于对我们查询的结果呢, 进行排序, 那么这个排序的话, 你注意啊, 我们这边有几个例子啊, 查询所有图书的信息, 按照id呢, 从大到小进行排序, 那么这样的话, 你首先你要把所有图书呢, 给它查到, 查到之后呢, 再进行排序啊, 那么查询所有图书, 我们就在这里面查, 直接就是book info, book info, 点, objects, 点, 哦, 好, 查出来之后, 这个of方法反映的什么类型, 是不是查询集, 对吧, 你查询集, 你可以直接调用这个order by方法, 直接就是我们的order by, 然后里面, 你要根据什么进行排序呢, 我要按照id, 对吧, id啊, 那么你就在里面直接写上一个id, 那你注意这个函数里面啊, 它可以指定根据多个字段进行排序啊, 你如果还想根据其他的, 你就在后面继续加参数啊, 继续加参数, 我就写一个啊, order by直接写上一个id, 那么这里面, 我这里面一查的时候, 你看它转换成的语句啊, 语句是不是order by by这个id, assending代表什么, 是不是生序对吧, 就是我们所说的从小到大啊, 从小到大, 这里面你要注意啊, 这里面是这个排序, 好排序啊, 这里面是这个排序, 然后呢, 下面呢还有一个啊, 叫做查询所有图书, 按照id呢, 从大到小进行排序啊, 我们说默认呢, 它是这个生序对吧, 我现在要让它降序怎么做啊, 怎么做, 还是你注意啊, 还是这样去查, 只不过在id的前面, 给它加一个减号啊, 代表是一个降序的啊, 代表是一个降序的, 你这边一回车, 它这里面是不是就变成一个第三点, 对吧, 就是降序的意思啊, 这就是这个, 根据某一个字段进行降序和升序啊, 默认的是升序, 降序的话是在前面给它加一个减号啊, 加减号, OK, 那么, 然后你知道这两个字呢, 我们这里面都是对所有突出的信息进行排序啊, 那么其实呢, 你查询所有突出信息进行排序的时候, 这个点凹这一部分呢, 你可以省略啊, 这一部分是可以省略的, 我们这里是一样的, 你比如我不可以放点objects, 点order by, 我就直接写上一个idea啊, 它一样的效果, 那么你在这边你一回上, 你看到这边是不是也是查出所有进行一个排序, 对吧, 根据啊, 对所有的数据进行排序的时候, 对一个模型类对应的表里面, 所有数据进行排序的时候, 这个点凹呢, 可以省略啊, 然后再往下啊, 我们下面有个例子叫, 把ID大于三的图书, 按照阅读量从大道小进行排序, 这个我们一起做一下, 怎么做, 把ID大于三的图书, 按照阅读量从大道小进行排序, 那阅读量对应的属性呢, 我们叫做BRED, 注意啊, 注意啊, 我们的阅读量啊, 阅读量的话, 我们模型类里面属性叫做BRED, 然后从大道小, 你要加一个减号, 对吧, 按照降序来啊, 它这边你一回上, 你看到是不是, ID大于三并且奥特书书是第三顶是降序, 对吧, 这是这个啊, 注意这是这个, 这就是它的一个排序啊, 它的一个排序, 好, 它的一个排序啊, 那么, 这一部分呢, 是我们给大家讲的查询里面的基本的一个函数啊, 基本的一个函数, 那么里面呢, 就是我们的get, out, filter, xcloud, 还有这个orderby啊, 那么关于这几个函数, 你需要掌握的地方在哪, 第一点呢, 就是哪些函数里面可以写这个查询的条件, 那么有三个, 一个呢是这个get, 一个是这个filter啊, 一个呢是这个cloud啊, 至于它里面写的条件, 你需要哪些的话, 你需要去查询这些条件的名字, 是什么啊, 然后第二点你需要掌握的就是, 哪些函数它返回, 它的每一个函数的返回值是什么类型啊, 那么get的话, 它返回的是对象, 那么out方法呢, 返回的是查询集的对象, 对吧, 然后这个field方法呢, 返回的也是查询集的对象, 这个, acloud返回的也是查询集, 我们讲的这个orderby, 你注意啊, 它返回的也是一个查询集啊, 这个你再给你看一下啊, 它返回的也是查询集, 直接写上一个books啊, books, 直接写上一个type books啊, 好, 回事, 是不是查询集, 对吧, 那么这个orderby里面呢, 你要注意它的参数里面, 它的参数里面, 你参数里面写根据哪些字段呢, 进行排序啊, 你如果想根据多个字段进行排序, 你可以传多个参数啊, 默认的话就是生序, 那么如果是降序的话, 在属性的前面呢, 给它加一个减号啊, 加一个负号啊, 加一个负号啊, OK, 这是节目几个很重要啊, 你首先你现在先记住啊, 我们的这几个方法, 哦, filter, a cloud, orderby, 这几个含入返回的是查询集对象啊, 对于一个query set, 类型的对象来说的话, 你可以直接这个对象继续调用这些方法啊, 注意啊, query set类型的对象里面, 它有这些方法, 有这个filter, a cloud, 还有orderby, 就我们上面讲的这些方法呢, 它都有啊, 它都有, 你可以继续去调啊, OK, 这一部分啊, 感谢观看